你拿著好了 你拿在後面這樣 在門看到布幕旁邊 在布幕旁邊 這樣可以錄稿 快下請信號 你先講 好 那個 大家好 我是第1984 那我今天代表那個 或許各地大行動 專案 那旁邊舉行這位是 計劃發行人 叫這位 那我 請 那我 我就直接講一下我們公的例子 就是我們需要做一個 軍公開的部會 那有一些政府的標案 我們也希望可以讓他開發過程 開放 最主要我們是希望 有些工藝地 我們去 希望民眾也可以這樣 參與 共同共鳴這些 工藝地 如何可以利用的 想法 那我們最主要的專案是 其實要收集一些活線 活線就是代表我們一些 現在被關注的一些工藝地 那我們 主要專案是想要收集這些 來自不同的 來源的資料 那我們後來又演示了一些 其他的專案 那像天文特工地的這些專案 我們將會看到 天文特工地目前就是有一個專案 就是 他是來自14000筆的資料 那目前可以做到就是 局限於台北市 那我們希望可以做到更多 那我們今天是希望有人可以繼續幫我們 把這些 UI或是一些互動功能做好 因為目前他只能做到上傳圖片的功能 對 那後來又想要延伸的是說 他在做一個App的東西 那他讓我們一些可以 集派就可以上傳 然後寫一些 關於這些工藝的資訊 這個部分是還在一個 有一個想法概念上面 就是希望方便 大家可以從 壁號直接 打到地底上面的這個概念 所以希望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參與這個購買 那這個是後來發起一個Jody Bar 那這個是以不一樣的概念 就是希望可以 民眾可以 把附近有些侵占 或是一些不小心用到的公有地的案件 把它揪出來這樣子 這是透過另外一種方式來保護我們的公有地這樣子 對 那最後我希望 這些 一些好手可以一起跳 那如果對土地議題有興趣的話 也很歡迎 那更多的資訊 可以從Headboard去看 那有一些 我們一些東西 像我們哲務一些 文件操展開的話 有興趣都可以去看這樣子 謝謝大家